OPPO Reno 6Z 手機的活動現場 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到 OPPO Reno 6Z 手機的活動現場 那麼 OPPO 在這個月月初的時候 已經率先推出了 Reno 6 以及 Reno 6 Pro 這兩支手機 那麼月底加上 Reno 6Z 之後 Reno家族的系列算是全員到齊了 那麼這三支手機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請來 OPPO 的產品代表 SEVEN 幫我們說明一下 以相機的鏡頭來講的話 我們的 6Z 跟 5Z 差別就有不一樣了 原本的 5Z 是 4800萬畫素的主鏡頭 這次提升到 6400萬畫素 這個加外段的手機 可以做到基底這麼強的 6400萬畫素 我覺得非常難得 當然攝影上面也是有一些不一樣的亮點 像是這次的應該光斑人像的一個拍照或是錄影 效果就是說 後面的一個燈光 它變成光斑的一個效果 隨便一拍就非常夢幻 你如果說要做出那種效果有沒有 你可能要經過後製軟體給它編輯 才有可能用出這種效果 而且我們在錄的時候 就可以稍微看到那種效果出來 那錄製完成我們會經由演算法 把它做得更明顯 更能強調的那種效果出來 Reno 6 光斑人像影像的一個特點 不管是白天晚上都可以用 然後前面後面鏡頭也都可以用 拍照錄影也都可以用 Reno 6 這隻啦 算是蠻全方位的一隻手機 大家對 OPPO 的印象可能就是美顏 不管是拍照還是錄影 都可以讓你美顏的效果非常的自然 而且我們這次AI錄影美顏有提升到2.0 在對應的機型上面 2.0的話是可以讓我們做 8種自定義的一個調節 不是說只是一個滑桿 直接幫你滑到100%而已 它是可以針對你的臉部的特徵 你可能臉要小一點 或是眼睛要大一點 這在錄影也是可以做到的 以Reno 6 Pro來講好了 它這顆5000萬畫素的鏡頭 它用的是IMX766 這個非常大的一個感光元件 今天不管是在白天拍照 或是在燈光比較昏暗的地方 拍照都可以給你清晰的一個照片呈現 其實這個算是我們的Find系列 就是我們的旗艦機的一個規格 所以IMX766的感光元件 是放在我們旗艦機的 但是這一次 放在我們Reno系列的高規 的一個Reno 6 Pro 所以我覺得算是物超所值 那6跟6Z的話 它們的一個定位又不一樣了 6的話 像我剛剛講的 我覺得算是比較全方位的一個發展 在官方人像在6的地方 它是不管是前後鏡頭 白天晚上 錄影拍照都可以使用 那6的話 我就建議是 你可能比較喜歡拍照 你錄影功能比較少用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買我們的6Z 6Z的話 足夠在我們的拍照部分 不管是我們自拍 AI智慧美顏2.0 也是這樣有8種調節 第一個 要陪伴你久遠的手機 基本上你看第一眼 你要先喜歡 Reno 6好了 這是一個直角的中方設計 正正方方的 但是它又不刮手 造型又是很多人喜歡的 6Z的手感 後面是3D的曲面 你如果說想要一個 比較特別的手感的話 可以用你的6Z 後面是3D手感 Pro的話比較特別 它算是我們的高階 前後雙曲面 所以你的一個體驗會更加不一樣 所以這是外觀方面 但是如果說 依照你的可能相機的需求 剛剛維爾講了 你是拍照居多 還是錄影居多 還是在很多場景都會去做拍攝的動作 那這三支手機 挑選得上也會有所不同 Reno 6Z它的定位 是屬於算是比較 在6系列裡面 比較親密的一個價位段 然後而且你是屬於說 你是想要拍照居多 拍照居多 你可以使用這支手機 它的效果 是可以符合你的需求的 6Z的話算是比較高階 像是拍照 比較不同的一個拍照場景 可能比較昏暗的場景 或是比較逆光的場景 這種比較特殊的場景 三支的港元元件 基本上都不會一樣 Reno 6Z系列裡面 來說的話 Reno 6Z占了一個非常大的地位 這次不僅它的攝影功能 算是蠻全方位的 另外我們這次也出了一個 幻彩補光保護殼 相機打開之後 背板後面的一個補光背板 輕輕的往前 把它做一個推移的動作 我們的一個補光燈就開啟了 而且它是揉光的 我們的相機的後置鏡頭是有補光 但是前置鏡頭 基本上我們現在是用我們的螢幕補光 這個幻彩補光保護殼 它是多一個揉光燈出來 它不是用螢幕補光的 它跟螢幕補光感覺是效果不一樣的 更加柔和的一個蘋果機的光線 打在臉上 所以拍出來效果可能更好 其實裡面有一個小特點 就是說它有兩段式 我們這邊有一個浮動 在畫面上它有一個浮動的小視窗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做一個 一段兩段的一個切合 另外一個作用就是說 我們今天可以把它變成手機支架 翻過來到後面 然後立在我們的桌上 就輕鬆變成一個手機支架